三国可能是这位世人津津特道的一段历史 在这段短暂的历史中涌现出非常多的英雄人物 正所谓大江东取 南华涛进英雄 而魏延正是其中之一 魏延自闻成 三国时期属汉名将 也是属过最后一位可以独当营院的大将 早年牛辈入川 魏延因战功显赫 被封为衙门将军 后来牛辈占据汉中 称汉中王 返回成都时 需要牛大将镇守汉中 所有人都认为牛辈会选择张飞 因为此前 牛辈让关羽镇守荆州 所以相应的选择只有张飞 但是牛辈最终选择了魏延 临走之际 牛辈大会群臣 问魏延有什么想法 魏延说 如果曹操以清国之力前来 我就为大王挡住他 如果是派议员上将率十万大军 我就为大王灭掉他 牛辈听后十分满意 群臣也对魏延的这番话称赞不已 刘备死后 魏延协同诸葛亮北伐 希望亲率兵马由子武道进驻关中 效仿韩信与诸葛亮会失于同关 但是诸葛亮认为过于凶险 没有同意 魏延作战勇猛 性格孤傲 与长使杨仪不合 诸葛亮死后 属军选择退兵 费遗传诸葛亮的遗力 让魏延负责断后 魏延说 成将虽然身亡 但是我魏延还在呀 怎么能因为一个人的死而荒废天下大事呢 再说 我怎么能听一个文人 杨仪的摆布给他断后 杨仪退兵后魏延大怒 率领大军日夜兼程 赶到了杨仪的前面 并且毁坏了道路 在此期间 杨仪和魏延都上表刘善 称对方谋反 刘善问董允和蒋婉的意见 二人都担保杨仪不会谋反 因此怀疑魏延 魏延占据南谷口 率军出击杨仪大军 杨仪率王平抵御魏延 王平骂魏延的先头部队 丞相刚刚去世 尸骨未寒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大军听后感到惭愧 不听魏延的命令四散而逃 魏延走投无怒 逃到汉中被马带斩伤 马带镶起头颅献给杨仪 杨仪看见魏延的头颅还不解戒 踩着魏延的头说 看你这小子还敢不敢做坏事 之后魏延被诛面三卒 魏延死得可惜 蜀国的名将也尽数刁民 关注我认识更多历史上的风雨人物 报道 优优独播 本来讲